作者 瓜片 在东北静静流淌的阿琳达河畔 曾经努尔哈赤典将出征的地方 是一座名为鹤港的小城 2019年 5万块钱在鹤港买一套房的新闻 火遍大江南北 鹤港化也成了房子白菜架的代名词 谁能想到 短短5年之后 鹤港化的房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 甚至开始包围一线城市 从北京到广州 深圳 乃至成都 周边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 都出现了总价极低的房子 最低甚至只要几万元一套 坦称打工人的天然保障房 如果说 以鹤港 玉门 双压山为代表的资源枯竭型城市 人口流出 经济衰退 房价越来越低 并不意外 那么 为什么乳山银滩 惠州大亚湾 北海黄金海岸等 游人如知的热门文旅景区 房价也让人大低眼镜 为什么最富庶的大湾区 长三角城市群 也出现了淮南 赵庆这样的鹤港化城市 为什么就在北上广深的家门口 也出现了六万块一套的房子 难道是送给年轻人的时代新福利 就在昨天 重磅会议宣布 要逐力推动 以出台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继续研究 储备新的去库存 稳市场政策措施 国家急了 出手拯救房地产 鹤港化的城市 还有希望吗 被鹤港化包围的北上广深 能否重新成为打工人的乐园 不知不觉中 鹤港化 竟然已经蔓延到一线城市的家门口了 最新的一个被放在聚光灯下的新鹤港 是张家口 很多北京人想必会感到诧异 毕竟这里距离首都并不遥远 前两年刚刚和北京共同举办冬奥会 迎来巅峰的高光时刻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现在在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花六万元的确可以买一套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花八万元能买一套78平方米的两室两厅 中介的态度 透露出满满诚恳价格都还可以再谈 好家伙 这真的是距离北京仅仅100公里左右的城市区吗 要知道 北京北二环的房价 那可是十万美平米起步啊 不过 经过一番搜索 更令我惊讶的是 这两套房子并不是个案 贝壳找房平台显示 在张家口 总价十万元左右的房源 足足有数十套 也就是说 现实中白菜价房子的数量 可能还有更多 这些房子 很多都是以前的单位家属楼 可能存在不能过户的情况 但价格是真的便宜啊 听说 看到新闻后 不少在北京工作的人 发现了张家口这个房价八地 开始计划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安居梦 有网友惊讶的发现 从张家口到北京 坐高铁居然只要四十分钟 评论欧伊水的吐槽 住在北京通勤都没那么快 更何况张家口 真的假的 我专门去12306看过了 是真的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 从夏花园到北京 每天有超二十班高铁直打 如果是从海淀区的清河站出发 最快41分钟就能直打下花园站 以新闻中提到的 马车设住宅楼为例 距离夏花园站1.2公里 骑个小电动几分钟就到了 然后坐高铁到海淀区的清河站 最快只要40分钟 然后再搭地铁去上班 理论上的通勤时间 甚至能控制在60分钟左右 比如从清河站 到大厂云集的西二级 地铁只有一个站 去到小米未来产业园所在的朱新庄 地铁也只需三个站 如果不想挤地铁 从昌平朱新庄地铁站 乘坐899路直打下花园 差不多两个小时 如果你把这套房子 当北京给大家发的廉价保障房福利 是不是真香 可别嫌弃通勤时间长 对北京极限通勤一组来说 还真不算什么 两年前发布的一份 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 全国超1400万人口 承受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 光是北京就占了600万 不少人甚至要忍受 担成1.5小时的超极端通勤 住在环京赫岗 还真不一定比北京远交叉 不仅北京 千里之外的广州 深圳 乃至于中西部一线城市成都 统统都发现 赫岗化的房子 已经逼到了家门口 在大湾区的广州 距离广州市中心 仅仅90多公里的地方 房价也跌到了 让人惊掉下巴的程度 清远恒大银湖城 今年年初 承交了一套 113平毛批三房 单价仅2813元平 这个价格 怕是比很多 18线小县城都要低了 然而 这个小区在几年前 还是炙手可热的林广板块 现在 它已经成了一个令卖房人绝望的小区 挂牌量456套 近三个月 成交量只有14套 按照这个速度 八年时间才能卖完 当下的清远林广板块 挂牌2000家 3000家的房源 比比皆是 恒大银湖城 只是的一个缩影 房子的赫岗化 在深圳家门口 也是如此 临身的惠州 最近每一年都能喜提热搜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要想白菜价买房 北有鹤岗 南有大鸭湾 下面这张截图 曾经在网上疯传 150多方的精装修42厅 总价只要25万 后经媒体证实 这其实是一套双正房 其真实总价 应该在65万元左右 尽管如此 大鸭湾确实早已变得 鹤里鹤气 据第一财经报道 走在惠东海边的街道上 房产中介门店随处可见 门口清一色的立着广告牌 上面写着在售的二手房源信息 有的小区大门口 也有类似的牌子 两房 三房户型总价 20至50万不等 中介平台上一套号称 三面环山 一面临海的32厅 而且是东南朝向 总价只要35万 在中西部一线城市 成都家门口 同样有鹤岗化的迹象 天府新区 是成都的房价高地 但很多人不知道 天府新区还有一部分 包含了成都隔壁的梅山市 这里是绝对的家门口地带 距离成都市区一小时 到兴隆湖 仅有20分钟 房价却出现了断层 单价35000一平 总价三四十万一套的房子 遍地都是 东南西北中 鹤岗化已经遍布神州大地 从北方的张家口下花园 到南方的清远林广 从东部惠州大亚湾到西部的 梅山天府新区 这些新鹤岗正在包围一线城市 成为奇特的房价塌陷区现象 这样的塌陷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理性客观地来分析一下 正如罗马不是一日建起来的 鹤岗也不是一天跌出来的 上面这些塌陷区有个共同点 他们都曾经辉煌过 2015年7月 获得冬奥会举办权的好消息传回张家口 房价应声而涨 据公开资料显示 张家口市主城区房价巅峰时期 达到过1.3万坪左右 2014年10月 四川天府新区正式获批为 第11个国家级新区 房价开始蠢蠢欲动 2017年3月 成都开始执行的史上最严限购政策 大批的炒房客涌入梅山 房价一度飘到1.8万坪 在当时 同样价格都能在成都主城区挑一挑了 2018年的时候 清远林广新房一度卖到1.2万坪 可以跟广州郊区比肩 惠州大亚湾也有过万元时代 开发商疯狂拿地 恨不得每个月都有新项目开工 炒房客裹挟着刚需疯狂下单 生怕下一次加推价格就涨起来了 卖地盖房的速度 远远快于产业和人口的引进速度 短短几年时间库存量迅速水涨船高 更何况超级城市的能量再怎么巨大 辐射范围也是有限的 蓝图画着画着就成了画饼 怀一线城市 距离一线城市中心 往往超过了50公里 甚至近百公里 亲生的娃都还没喝几口汤呢 远房亲戚就想着吃肉了 想得美 辉煌正是衰落的开始 房子已经盖好了几十万套 几十个亿的产业配套并未兑现 几十万个来接盘的人也没有出现 号称广州北上之夜第一站的 清远林广美林湖片区 2018年公布的规划人口是28万 然而直到去年一个楼盘广告却残酷披露 目前在美林湖片区长期居住的人口 仅1.3万人左右 还不到规划的二十分之一 事到如此 原本手拉手一起赚钱的好邻居 早已成了竞争关系的死敌 房多客少 谁降价最狠 谁割肉最多 谁就能最快跳出这个泥潭 价格战一旦开打 就不会轻易停下 不过 遍体鳞伤的环一线鹤岗当中 我发现有个例外环户板块的加善 虽然经历过房价暴跌 但目前依然能守住1万平 实属不易 如果说巅峰期给加善房价撑腰的是上海 那么低迷期给加善房价都抵的是自己 去年 加善线GDP总量为908.11亿 这样的提量放到中西部地区 相当于一个地级市水平 常住人口也保持着正增长 加善还是全国唯一的县域 发展示范点 被寄予厚望 通讯电子 新能源 新材料 和高端装备等 产业发展不错 去年苹果 CEO库克访问中国 就专门来了 位于浙江加善的力讯制造 浙江有限公司工厂考察 可见 真正支撑房价水平的是产业和人口 而非一线城市的光环 当然 已经遍布一线城市 周边的房价塌陷区 可能越来越多地承担贴然保障房的功能 依托更加完善的交通系统 让一线城市的打工人 不需要逃离北上广 也能享受到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 宽敞的住房和优质居住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 赫港化包围北上广深 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让保障的归保障 让商品的归商品 所有人都住有所居的日子 也许已经近在眼前 只不过可能是 你住在北京的五环 而我住在环京的赫港 中产必须要调整预期了 楼市就是地缘关系 整个社会的变化 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决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港